老公 那那个事 别为难了 明天中午之前把镯子给到你 一定让你妈乱回家 那你妈那边 我爸说了 我妈那边没有什么事 我妈也是个想道理的人 镯子给了你 就应该是你的 谢谢老公 我应该你了 我走了 我送你 好 来 我跟你说呀 刘云已经答应去拿镯子了 我只要她拿到镯子 我马上就回去 你现在任务是什么知道吗 赶紧找到买家 咱们把镯子一卖换了钱 咱立刻给刘全挑个房子 我把它买了 到那个时候 他们说咱们也没用了 因为木耳这个油 什么都来不及了 嗯